接上集,赵珊珊和谋薛总欲加害张安平一家 当安平回来时,看到赵凌云说起此事还是气愤不已 这个赵珊珊实在是太过分了 她想做什么难道我不懂吗 竟然还无耻到这么直白的跟我去说这些 好了好了,我们明明知道她是怎样的人 不值得动气 赵凌云点点头,还是有些担忧 安平,你说赵珊珊会不会又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来 她找我妈又是为了什么 难道现在这个疗养院也不安全了吗 我明白了,最近这段时间我一定会多加派人手保护好妈 安平,有你在我就安心了 话是如此,可赵珊珊那个女人实在是太疯了 恐怕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张安平也赶紧给刘旭东打了电话 这次加派的人手一定要足够靠谱 千万不能够出任何时段,一点马虎都不能要 张哥你放心吧,这是我一定看好 而赵珊珊那边由于赵凌云的拒绝正在发火 发起火来还能叫家里一片狼藉 莫欢回到家,看见摔在地上的碎玻璃茶子 珊珊,有什么不开心的事你告诉我 我帮你分忧,你只管安心养胎,什么都不用管 莫欢,你个没种的男人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你不觉得可笑吗 莫欢自知没有让赵珊珊很多事情如愿 所以也不想在这方面和她过多争执 可赵珊珊天天不依不饶 莫欢,你扭头干什么,怎么不听我说呀 我想要的东西,你一样都没有办法弄给我 现在我们还被赵凌云那个贱女人压一头 被张安平欺负成这个样 你觉得你是个男人吗 你有照顾好你自己的女人吗 给过你女人想要的东西吗 够了,你已经有些瘋魔了你知道吗 你已经怀孕了,不要动不动就发火 还有你能不能为她祭奠的 赵珊珊愣住,万万没有想到 现在连莫欢都会给自己发这样大的火 赵珊珊立马哭了起来,又开始给自己找理由 我怀孕了,我难受,我心里不舒服 我不就发了个火吗,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好了好了,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对你发火,别哭了好吗 赵珊珊这才止了哭声 可是大眼睛转动间也已经早就想好了别的主意 刘旭东倒是万万没有想到 赵珊珊就会找到自己身上 赵小姐,别来无恙啊 刘旭东人高马大,长得又很威武 站在那里不怒自威 赵珊珊心底本也有些恐慌 可她坚信一个道理 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有心底最深的欲望 都绝不会不为钱而心动 刘旭东,咱们都是老乡时了 有些事情我就直说了吧 这赵珊珊能够找自己头上是想干什么 难道是想要勾引莫欢那样勾引自己 我可绝对不会像莫欢和李中平大样傻 赵小姐,那就有话请直说吧 大哥,别那么着急吗 赵珊珊一双媚眼如丝看着刘旭东 这赵珊珊果然是个妖姐 被她这么盯着 连一项自诩自制力很强的刘旭东都浑身打了个冷战 大姐,你有话好好说 别动手动脚的 刘大哥,其实,像你这样厉害的人 光是在张安平手底下实在是太取材了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或许能有一点合作 刘旭东根本不把赵珊珊的夸赞当一回事 听到这话,只是希望 我们之间能有什么合作 如果不是因为赵珊珊盯着刘旭东盯得太紧 刘旭东可能打电话把张安平也给叫过来了 赵珊珊还以为自己能够奸济得逞似的 刘大哥,如果你可以帮我一些小忙的话 别的事情咱们一切都好说 刘旭东当下明白过来 这个女人怕是想收买她呀 刘旭东勾唇笑起来 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 赵小姐,你这怕事有点为难我呀 我和我张哥的关系那么好 这种事能说错就做吗 刘大哥,没有什么不能做的 只要利益够大 只不过是让你帮我点小忙罢了 就是在张安平的车子上动个小手脚什么的 刘旭东心中意紧 没有想到这毒妇竟然如此狠毒 让他直接去害死张安平还说不过是个小忙 行吧,可是你说的简单 这可是个大事 这万一张安平人没了 我可是要跟着坐牢的 我能轻易犯这样的错 赵珊珊没有想到刘旭东居然没有当场翻脸 当下还有些惊讶 只要你肯帮这个忙 钱肯定会到位的 价钱绝对让你满意 只用干一票 你这一辈子吃香喝辣的钱都花不完 而且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好好想想 有需要给我打电话呀 赵珊珊临走前还对刘旭东抛了个妹 赵旭东又打了个机灵 回头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张安平 这赵珊珊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现在竟然开始用这种拙劣的手段挖我身边的人了 如果不是身边的人可信 我也不会将他们留下 这赵珊珊是哪来的自信能挖得动这些 张安平越想越是觉得好笑 这个女人竟然还想用之前对付她原来男人的手段 来对付自己和赵凌云 用心之恶毒阴险简直让人遍体生寒 张哥 这时咱要怎么办 要不要我找几个人去收拾收拾男娘们儿 没关系 徐东你保持和他联系 我倒要看看他能做出什么腰来 看来赵珊珊是长到天头 胆子越来越大了 既然之前我们抓不住他的任何线索和证据 那么这一次 不如我们来个将计就见 念 张哥 我们这一次必须要抓这个女人的现行 张安平立马联系了李军 而李军一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喜出望外 可以啊 这次只要我们能够抓住赵珊珊 不光李中平的事情有着落 其他的案子也基本都可以了结了 李军 我们一品仙虾正在推出新菜品 尝尝看吧 你们对面那家新开的店可很是红火啊 张安平知道那个薛少追的实在是紧 几乎直逼他们一品仙虾到门口 不过这些都不是今天的重点 李军 接下来我们要该怎么做 你放心 只要犯了法 我必一查到底 有了张安平的吩咐 这次刘旭东去见赵珊珊更是积极 而赵珊珊也没有想到刘旭东竟然真的会同意 毕竟之前看刘旭东和张安平之间的关系很是要好 刘大哥 你真的能办成这事 这次两人找到了更为隐秘的地点 毕竟这次办的是大事 赵珊珊也不敢马虎 更不能留下蛛丝马迹给自己日后带来货端 赵小姐 这一百万我都收下了 还能给你糊弄事吗 那倒是 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 不过刘大哥当真是懂得审视多事 反正现在的张安平在薛总的高压之下 也绝对撑不了多久 你早先拿钱跑路不是正好吗 听赵珊珊的语气 这件事情竟然和薛少之间也脱不了干系 难不成又是两人狼狈为奸 那行 赵小姐 这时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明天您就请看好些吧 好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赵珊珊的目光之中露出歹毒的凶光 说话更是咬牙切齿 刘旭东看见她这个样子都有些被吓到 这女人果然是疯了 刘旭东攥紧口袋里装着的录音笛 赶紧想着脱身 那赵小姐要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就先走了 毕竟这事我还得去安排仔细 你也知道张安平她一向聪明 而且又谨慎 我得准备小心着点 这一点刘旭东说的没错 赵珊珊点点头满意的看她离开了 刘旭东把此事报告给张安平 并且也让张安平听清了录音笔里的内容 好 这录音笔也可以留下来当作证据 具体的事项等我和李警官安排好了之后 明天我们就来演一场好戏 张哥 你这次要亲自上阵吗 还有嫂子 赵珊珊不看见嫂子不会死心的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当然不可能让凌云跟着我们冒险 只是如果这次行动调不出赵珊珊的话 将会功亏一篑 下一次机会还不知道等到多久 我已经跟李局已经商量好了 会找一个与我妻子身材十分相似的女人来做提升 和我一起上车 可以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我们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当天晚上张安平就劝赵凌云在母亲的疗养院待一晚 今晚你在妈那里睡吧 陪陪她 我已经派车来接你了 出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 不要被人看见 看张安平这样小心翼翼的 不免引起赵凌云怀疑 安平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你相信我 我让你去肯定是有我的理由的 听话好吗 如果让赵凌云和张安平一起出现在车祸现场 张安平唯恐赵珊珊会再出什么计谋 当场把赵凌云抓住来要挟 张安平一定会束手就擒的 他们计划就泡汤了 看张安平这样紧张 赵凌云只好硬下来 被王大志护着秘密送到了疗养院